叫人吧 珍叔,你好 大家好,我們… 永廉哥,你好 叫我永廉就行了 雖然你們是兩兄弟 但真的完全看不出 是… 我們是親兄弟 不過他不夠我這麼英俊 有很多親兄弟姐妹都不像人 好像我也不像三軟一樣 顏色我也差很遠 你是不是想說漂亮一點 你為何假裝上衣服 你們感情真好 還說,我們來解釋收工 買不到菜了,走吧 各位,再見 先說,我家裡不讓懶人 你打算在這裡白吃白煮吧 知道了 陳先生對他的小朋友那麼差 是呀,我就知道原因 珍哥 謝謝… 昨天我從樓的時候 經過陳先生的門口 看見永廉拖著行李 就說他自己失了業 沒錢交租,就被業主趕出來 他就來投靠陳先生 最近事都不好,很多人沒事做 是呀… 陳先生又真是失敗了 便是,陳先生起初不開門 叫他自生自滅 這麼無情? 是永廉不願離開 敲了整個鐘頭門 陳先生才讓他進去 那九成,他們姓陳的都見錢開眼 看過永廉的窮到富村的一款 不想接濟他 特意對他兇一點,想趕走他 所以你說,兩兄弟應該血濃熱水 但眼淋頭應該互相照應 怎麼可能各自非可以 是嗎? 吃糖水為什麼不買外賣 要走幾百級樓梯呢? 不要緊了,當作有運動吧 永廉,你在這裡做什麼 難道陳先生趕你出門口? 你們怎麼知道的 其實你的情況 阿昌哥也有跟我們說過 你最近沒事做,他就不太行 所以想來頭靠哥,是嗎 我們本來打算 陳先生最多都是對你的態度比較壞 想不到他這麼狠心 真的趕你出門口 其實房子也有份的 那間房子不是陳先生的嗎? 什麼事? 你還問什麼事? 你趕個小孩出來回門口 你有沒有血腥? 那間房子是我的,我不寬定他來 你說謊 那間房子是你爸爸留給你們兄弟 永廉哥也有份的 你別聽他胡亂說 先前他哄過做生意投資時 都虧了錢 他就說把這半層樓賠給我的 投資本來就有風險 你也知道了,之前我跟你說得清清楚楚 你也說明白,現在要逼我賠錢 永廉說得對 做生意的事,哪有寫包單一定賺的 就是了 你買奴障財不中,難道是告馬會嗎 一定是你夫妻逼他 壞人… 你別說得我們夫妻這麼壞 之前她生意失敗時,我有救濟她 每個月給她一萬多元做生活費 你看,嫂子,我先說 以前你對我很好 但結婚後,整個人都變了 不僅沽寒了,對我更冷淡淡淡 得罪說一句,嫂子真是蛇揭美人 你們倆真是兩兄弟,陳絲拉和美人 哪有拆得上關係 你現在看的是TVB USA 官方頻道 想看更多TVB精彩的節目片段 快點按下方的鈴鐺訂閱吧